误入野兽丛林的小白兔 宋慧莲2 作者侯文勇 表面上宋慧莲是吴岳娘房里的弟女 可是暗地里却又是西门庆的情妇 这种名处为虚 暗处是时的微妙处境 我们从这段文字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得到 西门庆从外头回来 叫小玉玉霄两个提着酒 送到前面李平儿房里 妻妾们这时正在李平儿房里 置头子赌博作乐 惠莲正在岳娘旁边示例真酒 见玉霄送酒来 惠莲立变便连忙走下来接酒 玉霄便递了个眼色与她 向她手上捏了一把 这婆娘惠莲就知其意 这惠莲在席上站了一回 推说道 我后边看茶去 与娘们吃 月娘吩咐道 对你姐玉霄说 上房捡庄里有六安茶 炖一壶来俺们吃 这惠莲一个急转身走到后边 玉霄站在堂屋门手 弩了个嘴与她 惠莲掀开帘子进月娘房来 只见西门庆坐在椅子上吃酒 走向前一屁股就坐在西门庆怀里 两个就亲嘴扎舌坐一处 这一段趁着老板娘使唤的空档 和老板在卧房里的大胆偷情 尽管有御霄把风掩护 但先有路过的孙雪娥 接着又有小玉的催促 场面令人心惊胆跳的程度 一点也不输给时下的好莱坞电影 或许读者觉得奇怪 动辄用马鞭鞭打潘金莲 李平儿的西门庆 难道不能动用她一家之主的霸权 干脆明目张胆地收用宋慧莲吗 为什么反而被逼得如此躲躲藏藏 遮遮掩掩呢 我们要知道 西门庆之所以能够这么盛气凌人 最主要还是来自他背后那一套 看不见的所谓君臣父子 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标准 就像统治者管理国家的正当性 来自依法统治 西门庆管理家族的正当性 也必须来自依伦理标准治理 否则他治理家族的正当性 是会遭到质疑的 宋慧莲是来往的老婆 而来往又是西门庆的家仆 收用宋慧莲显然是严重的不伦 西门庆心里明白得很 如果还想继续长兴 除了偷偷摸摸以外 实在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 西门庆向潘金莲借地方 要和宋慧莲好生耍耍时 会踢到铁板的理由 无视西门庆的不伦 只能算是放任 但是提供地方 等于成了不伦的共犯 潘金莲应该盘算过 将来情势一旦暴露 其他妻妾反扑的力道 绝非他所能承受 总之 西门庆最后只好无奈的 又退回山洞去 中国北方在农历圆月这个时节 花园藏春雾的山洞里 冷得根本无法过夜 西门庆只好请潘金莲 让丫头准备床铺盖 并且在山洞里生火取暖 这种事当然也不方便 叫别人去做 这时潘金莲脱口而出说 我不好骂出你来的 贼奴才淫妇 她是养你的娘 你是王翔 寒冬腊月行孝顺 在那石头床上握冰呢 王翔在二十四孝中握冰求礼 纵容算计 不齿 尖酸刻薄的潘金莲 她说的话 让我们听了 忍不住要喷饭 在西门庆家族里 仆人奴隶们对主人 以及妻妾们的称呼是 爹与娘 这样的称呼固然让大家 有一家人的感觉 但隐藏其中更重要的意涵 却是他无可逾越的阶级划分 当代社会的老板和员工的阶级关系 或许是短暂的 并且随着个人境遇不断变动的 但旧社会里 主人和奴仆的关系 却是永久 并且无可逾越的 就像爹的称呼一样 就像社会把人分成皇亲 官 民 仆 岳户 也就是记户的等级一样 在西门庆家族里 依着男尊女卑 辈分高低的排序 人也可以细分成至少如下的五个阶层 处在这张阶层表顶端的是西门庆 他是整个家族的代表 也是最高领袖 位于第二层 第三层的 则是西门庆的妻窃 女儿 女婿们 他们能够位居高位的理由 当然来自和西门庆的生殖关系 至于第四层 第五层的奴仆 婢女 虽然也喊西门庆爹 但是 由于缺乏和西门庆真正的生殖关系 因此只能排到底层 换句话说 在这个复杂而细腻的伦理系统 除非透过生殖关系 任何人几乎不可能有机会 改变在家族中的阶层位置的 在一个像明朝那样的封建社会 除了妓院的金钱交易之外 性往往是和阶层移动 或权力重新分配 紧紧相连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必须用比银慧更严肃的眼光 来看待金平梅里面的性爱的 很重要的理由 就以宋慧莲来说好了 在她和西门庆发生性关系之后 她原先在匍复这个最底层的位置上 立刻产生了一种 明实不服的不安 这样的不安 一方面来自西门庆送给她 蓝段群的暗示 但更多却来自宋慧莲自己的想象 一个人如何证明自己拥有的权利呢 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是挑衅处在更高权力阶层的人 我们先来看看正和六年元宵当天 西门庆的家族聚餐时 宋慧莲嚣张的模样 小玉 元宵 小鸾 秀春 都在上面斟酒 那来望媳妇宋慧莲 却坐在川廊下一张椅子上 口里嗑瓜子 等得上面呼唤要酒 宋慧莲便扬声叫 来安 话同 上面要热酒 快攒酒上来 贼求跟子 一个也没在这里伺候 都不知往哪儿去了 同样身为奴仆 宋慧莲大辣辣的坐在那里纳凉 哪怕上面没酒了 也事不关己 好像他是主人似的 只见话同烫酒上去 西门庆就骂道 贼奴才 一个也不在这里伺候 往哪儿去来 贼少打的奴才 小丝走来对宋慧莲说道 嫂子 谁往哪儿去来 就对着爹说 吆喝叫爹骂我 慧莲道 上头要酒 谁叫你不伺候 关我甚事 不骂你骂谁 话同道 这地上干干净净的 嫂子刻下嫩一地瓜子皮 爹看见又骂了 慧莲道 贼求根子 什么打紧 便当你不扫 丢着 另叫个小丝扫 等西门庆问我 只说的一声 话同道 耶呜 嫂子 将就些罢了 如何和我闹一起 于是 取了条肉来 替他扫瓜子皮 照说 宋慧莲的阶层位置 是低于话同的 如果不是和西门庆的性关系 他怎么能够威胁话同 我们再从话同 不敢招惹他的反应 就可以理解 他和西门庆之间的事 在奴仆之间 应该是人尽皆知的秘密了 宋慧莲不但挑衅话同 进一步 奴仆阶层里地位较高的 登四 傅明 负责经营西门庆店铺的主管 甚至是更高一个阶层 西门庆的女婿 陈静记 他也要招惹 书中说 这妇人嘴乖 常在门前站立 买东买西 赶着傅伙计叫傅大郎 陈静记叫姑父 奔四叫老四 云和西门庆勾搭上了 越发在人前哗哨起来 常和众人打牙犯嘴 全无忌惮 或一时叫 傅大郎 我拜托你 替我门手看着卖粉的 那傅伙计老成 便精心替他门手看着 过来教主 请他出来买 就像有钱爆发户 非得买奢侈品 才能证明 感受到自己的富裕一样 宋慧莲也急着 用各种权力的挑衅 来证明 他心拥有的权力 吊诡的是 宋慧莲和西门庆 这层性关系 如果不被知道的话 宋慧莲就无法拥有特权 可是偷情的秘密 一旦被公开 又可能危及关系本身 情势就在这种若隐若现的暧昧之中 继续发展下去 说起来 这正是权力最迷人的部分 它永远是在持续变动的游戏 所有的权力未接 永远在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之后 才能显现出来 这使得任何尝过这种乐趣的人 无时不刻想要回到那个战场 于是 在轻易地跨过了女儿女婿 奴仆伙计 婢女仆妇 这几个阶层之后 作者让宋慧莲继续发挥想象力 把自己往上放入和妻妾同样的阶层里 书中说 众人吃了茶 这慧莲在席上 斜靠桌站立 看着月娘众人挚头 故作扬声说道 娘 把长毛搭在纯六 却不是天地分 还赢了五娘 又道 你这六娘 头子是锦平封队 我看三娘这么三配纯五 只是十四点 输了 被玉楼恼了 说道 你这媳妇子 俺们在这里治头子 插嘴插舌 有你什么说处 把老婆修得站又站不住 立又立不住 飞红了面皮 往下去了 抛开这些投资精的内容不谈 宋慧莲敢如此大胆的插嘴 给意见 恐怕也是在内心世界 早把自己想象成是妻妾们同等级的姐妹或朋友了 可惜 不知情的孟玉楼一点也不买账 一语戳破了宋慧莲一厢情愿的想象 孟玉楼说的 有你什么说处的处 指的就是这个阶级上的位置 书上形容把老婆修得站又站不住 立又立不住 飞红了面皮往下去了 这段文字更是绝妙 仿佛宋慧莲站不住的不是场面 而是那个他无法逾越的阶层 那个要求稳定的封建家族结构 和宋慧莲期望中不断挑衅电动的权力游戏 当然完全不同 不知情的孟玉楼一记闷棍 把宋慧莲打出妻妾这个阶层 知情的奴仆们 当然也不可能让宋慧莲回到原来的阶层 更不用说他先生来往了 宋慧莲若稍有警觉 他或许会察觉到在西门庆家族里 不管在任何阶层 他都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 如果活在当代 以宋慧莲本身的条件 美色 以及想出人头地的野心 他或许很有机会在时装界 演艺界闯出一片天地的 可惜他所生存的是一个凝制不动的世界 在那样的世界里 没有阶层归属所代表的是脆弱 不受到任何保护的 这是在同样被西门庆收用 春梅和宋慧莲最大的不同 春梅稳稳地站在他的阶层 并且有潘金莲做靠山 但宋慧莲却只是没有家 没有了主人的小白兔 可惜这些警讯都在一次又一次 和西门庆的性关系中 被宋慧莲刻意忽略了